字幕志愿者 杜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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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 杜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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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 杜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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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 杜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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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全英国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礼拜三 那今天台北股市感觉上是蛮沉闷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呢 感觉上大盘看起来好好的还是稳稳的 那为什么 那么大家手上股票感觉上都是有点比较表现不如预期呢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台积电他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撑爬的动作 所以才让整个台北五四看起来表现是稳稳的 可是实际上很多中小型个股今天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的部分就是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是大涨6.5元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台积电出现一根长虹K棒 而且还回补了前面的一个往下跳空缺口 也就是说当天下跌空方力道展现这个缺口 那今天是整个完完全全把它填补回来了 所以今天台积电大涨2.52% 所以大涨6.5大还是贡献指数 我们来看筋算过贡献指数是55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因为有台积电贡献指数55点 所以才让这个台北股市今天只有小跌 好那台积电我们之前有提过嘛 法说会是在这一天7月19号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左缺右口 那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导状反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台积电它是形成一个导状反转 所以当它形成一个导状反转 后面在这个颈线之上 它一路的稳步的往上做的跌高 所以这一条颈线就是接下来台北股市所观察 最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那今天就是因为台积电大涨保护了我们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加选股价指数 今天加选股市股价指数是跌26点 当你看到这个量能是持续的呈现一个往下萎缩状态 代表说想卖的人他也在看 想买的人他也在看 那既然想卖跟想买都在看的话 其实指数的表现是不会太大的 所以今天是呈现小跌 但是如果我们把台积电扣掉呢 其实今天跌幅会比较大 是跌82点 那主要就是有一些中小型类股 今天受到压抑嘛 所以我们看到中小型类股的一个指数上跪指数 你看今天上跪指数 大盘还没有来到这个前低 大盘的前低是这条线嘛 是10189 可是上跪指数已经特别的弱势 他已经来到这个区间的下源 再做一个震荡整理了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量 至少好事是量他没有出来 没有急杀的一个杀盘 在这里横向做整理 等待大盘转好之后呢 还是有机会做一个个股表现 但是这个地方个股表现 就要胜选标的胜选个股 好那我们看一下 除了台北股市 我想各位同学朋友 还是关心晚上的美股 这个礼拜美股有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美国跟加拿大 这两个往来密切的贸易伙伴 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他已经签了嘛 但是美国跟加拿大 他的贸易的金额是更大的 在这个礼拜他有机会通过 所以这个礼拜 如果通过的话 对美国股市应该会有个激励的效果往上 但是礼拜四 美国跟中国2000亿美元的一个高额关税 在这一周公天会结束之后 有可能会宣布 但是我想有些投资朋友会担心 这个是一个利空 可是利偶要告诉大家 已知的利空非利空 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2000亿美元 包含之前已经生效的500亿美元 25%的高额关税 总共合起来2500亿 甚至于之前川普 他也提到说 这个地方最高5050亿美元 就是整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金额 他全部都要克服一个高额关税 全部都要把它加到10% 甚至提高到25% 那他早就已经威胁了 既然他早就已经威胁全球股市 早就已经威胁中国了 就算像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发生 那又如何呢 你都已经知道了嘛 那该卖的也早就卖了 顶多就是短期的一个震荡 更何况川普做这件事情 他也只是为了要把中国这个对手 他的这个贸易逆差最大的对手 逼上谈判桌做一个谈判 尤其是希望能够在11月之前来做解决嘛 所以先前才传出说9月 他先派遣这个官员 是层级比较低的官员 先来做一个谈判 虽然谈判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那也是为了11月 有机会两国领导人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 双边会谈的一个 算是一个前哨战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想这个地方 美国股市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即使有震荡我想大家所只要观察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芝加哥交易所的标普500VIX指数 就是恐慌指数 这个恐慌指数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从年初至今 这个有一个下降趋势线 两条这样子换下来 下降趋势线 最低是来到10.85 10.85这个地方 代表说这个地方投资者 他是完全不恐慌的 那股市是在上涨 是在创新高的 他才没有恐慌嘛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 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就是平滑的状态 如果他的恐慌指数突然跳升 从昨天的13.85 昨天13.85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幅度的 6%到7%的一个弹升 因为昨天美股一度是点100多点嘛 那看起来 他还是没有突破15 16 如果他很快速的突破15 16 甚至于7月6号贸易战第一轮500亿美元 要生效之前 最高是18 19 假设 假设这个地方恐慌指数 他是突破18 19 那代表说美国股市 他的震荡会比较剧烈一点点 那既然目前还没有嘛 所以我想怪投资朋友 不需要自己下自己 不需要自己下自己 媒体很多的利空 那就只是媒体在讨论而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方面 台北股市方面 我们有给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就是历年 过去32年来 长期的一个 每个月份的涨跌幅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9月份的时候 其实他涨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上涨几率是56% 下跌是比较少的 那为什么平均他是跌0.8%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台北股市在9月份的时候 这32年来涨的次数比较多 但是每一次他涨的幅度都是比较小 但是其中有几次9月份 他下跌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虽然他次数比较少 整个平均起来看 他的跌幅是比较大的 所以平均是下跌的 是跌0.8% 好 0.8%大家会担心 想说这个地方如果下跌会很害怕 可是实际上 从这个9月份 8月31号收盘11036 我们把它乘上0.8% 最多假设以平均结果来看 大概就跌88点 其实也不需要太过恐慌 连1%都不到 所以这个地方台北股市 还是维持我们先前的一贯看法 就是区间相形的一个整理格局 短线上我们先看 这个季线跟半年线 到底有没有做一个支撑 好 这个地方既然盘 它是一个区间整理 所以指数的空间 它不会太大 所以这个地方很多股票表现差异很大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基本上 我们都会选一些标的 它是底部起涨 比如说W底 或者是圆弧底 或者是横盘之后突破 有看我们的那个节目 或者说有在我们股民当家 LINE群组 或是粉丝专业的投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 我们买股票 一定是买在相对低档 我们很少去追 像有些人的投资策略 它是突破 然后创新高才去追 很容易当天就追在波段高点 那追在波段高点 当然就是短套 那我们的标的就是底部起涨 然后买了稍微等一下 那上去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获益了结的动作 所以即便 像我们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心路 那这个月峰 感觉上它今天是呈现一个拉回休息整理 但是说话呢 因为我们这股票是买在波段的低点 即使有拉回整理 顿模而言也无伤大仰 好 那不管如何股票的投资跟操作 千万不要用追高 因为追高就容易杀低 很多股票 因为上半年也许这个策略还行得通 就是你追高很有可能会赚 因为它有波段行情 可是下半年呢 常常发生就是一突破转强去追 然后就拉下来 所以我们一再的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投资的四大一个四大步骤 就是我们要先有看法 那有看法做行程策略 这个策略是你在进场之前 你就要先想好退场的一个策略 所以那接下来 你要有纪律的去做执行 就是执行跟纪律的动作 执行当然做搭很简单 买下当OK 可是出场呢 出场就是面临到一个抉择 所以我想这四点 是同时都必须要牢记的 好 那今天是礼拜三 那即便今天台北股市 看起来是比较闷一些些 不过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 希望接下来的行情也会表现不错 那轮到等这个指数 稍稍整理之后 换中小型类股来表现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继续 4 4 谢谢大家